赵本山和郭德纲两人同样出自草根 同样都是家长式组织 两家各有所长 赵本山淡出娱乐圈 郭德纲占领了赵本山时间 这所以看到两家的影响都不小 观众自然也把郭德纲和赵本山放在一起比较 郭德纲说还有人拿我和赵本山比 我特别不愿意 赵本山老是这么多年来 在这个舞台上带给大家的欢乐 功不可没 我不能不得了 郭德纲认为赵本山也小品 他是说相声 其实两家真的相比的话 差距可不止一点点 光从拜师仪式上就可以看出来 赵本山淡出娱乐圈后 着重培养自己的土地 收徒仪式比较隆重 早前曝光过一次公开收徒现场 整个仪式历时一小时三十分 三十五位土地 经过扣拜 敬茶等七个环节后 正式拜入赵本山门下 定行礼后 赵本山要向其颁发证书和赠送信物 仪式的第三步是众位土地集体宣誓 第四步是赵本山训话 第五步是土地代表向师傅赠送礼物 第六步是土地代表讲话 最后是师徒合影 值得一提的是 还有黄胜一拜师 黄胜一登上刘老庚大舞台 与宋姚宝合作一段二人传 演出图中黄胜一突然拜师 师傅也差点没反应过来 就连大明星都这个姿态拜师 怕也只是只有赵本山了吧 再来看郭德纲收徒 德纹社的收徒仪式比较简单 而且很少大场面 不过九席柯头等一系列拜师学业的官用套路 均被免除 柯头改为了鞠躬 相比之下 德纹社收徒仪式感 场面就差了不少